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常做这三种梦 就是佛在提醒你 千万要注意了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要想事实顺心 只有多众善因 世间一切万事万物 皆要遵循因果规律 任何一个事情 都有它发生的原因 世上没有无因的果 更没有无果的因 若出现这三件迹象 可能是佛在提醒你 别再损耗福报了 第一个迹象 常做噩梦 梦境与现实是有关联的 都说好人有好梦 是有道理的 福报大的人 很少会做噩梦 因为他们生活中 知道与人方便 与人行善 所以睡觉之时 总是心平气和 淡然入睡 如果经常做噩梦 则说明您该去积累福报了 第二个迹象 久病不遇 身体的好坏 与福报的多少 也是有联系的 福报大的人 身体就不容易生病 因为身体病了 是你的思想和行为导致的 恶行会带来恶果 恶习会影响健康 所以当你身体久病不遇时 就要警惕了 赶快去积累福报吧 第三个迹象 诸实不顺 福报被消耗太多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 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都不顺利 诸实不顺说明是你的福报正在耗损 也是恶因恶果的体现 这个时候一定要去及时行善了 如何增加自己的福报 服从效忠来 既要珍惜亦有的福德 还要把握每一个基辅的姻缘 所以记得多去陪一陪家中的父母 多尽自己的孝心 孝敬父母是基辅最快的方式 佛家认为 如果做儿女的不孝顺父母 就脱离不了苦难的夜海 不能登陆幸福的彼岸 世上最不能等的事情 就是孝顺父母这件事 我们能陪伴父母的时间 每天都在减少 千万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时 再去后悔莫及 服从修中来 我们不要再做恶事了 一定要持戒修身多行善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忘语 多修一修自己的性子 我们都知道福报从嘴巴来 所以多说善良的语言 不骂人 不背后说人长短 也可修来好福报 服从西中来 学会珍惜 世人会珍惜难得的贵重的东西 比如金银珠宝 就特别珍惜 浪费便宜的东西 比如说米饭 以为容易得到 就不珍惜 轻易浪费 要知道 浪费自然界的东西 更为损福报 世上最不能等的事情 就是孝顺父母这件事 我们能陪伴父母的时间 每天都在减少 千万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时 再去后悔莫及 服从修中来 我们不要再做恶事了 一定要持戒修身 多行善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忘语 多修一修自己的性子 我们都知道福报从嘴巴来 所以多说善良的语言 不骂人 不背后说人长短 也可修来好福报 服从西中来 学会珍惜 世人会珍惜难得的贵重的东西 比如金银珠宝 就特别珍惜 浪费便宜的东西 比如说米饭 以为容易得到 就不珍惜 轻易浪费 要知道 浪费自然界的东西 更为损福报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